工人們徒手清除列車下的草皮 還要盡速挖出沙土 因為高雄輕軌列車車頭 脫軌卡住了 實在有夠尷尬 就在上午8點40時分 輕軌列車從凱旋武昌站 前往凱旋二勝站途中 疑似因為草皮捲入車底 造成車頭出軌 設法當下駕駛員緊急刹車列車上 還有另外兩名乘客受到驚嚇 搶救過程一度單線雙向運行 緊急加派解剖車運送 直到下午3點05分才恢復全線通車 這兩天包括今天早上 那廠商有做一個草皮新鋪設的動作 那可能是在草皮的高層的控制方面 跟我們車底下的設備有所干涉 但這已經不是高雄輕軌第一次出事 2015年市營運第四天就發生脫軌意外 當時判定原因就是軌道旁 土砂異物造成轉車器位久定位 而今年七月三十一日 又因為大雨軌到草皮外翻 列車提前停車才沒釀打火 而高雄輕軌也因為連年虧損 讓外界詬病 根據高雄捷運局統計 雖然運量成長 但票價收益太低 不含折舊之下 輕軌的營運成本一年就超過一億元 根本很難達到損益兩平 脫軌意外不只重創營運 也重創高雄市民的信心 環宇新聞林文凱 吳明葉 白雲飛 高雄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